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準備要做要放廉價了 那所以今天開始 那到下禮拜 這連續明天開始這三天的假期 好好的休息 下禮拜開始進入五月份的行情 什麼樣的標的它會在五月份 至少第一批先拉高起來的 先表態的 先給你賺價差的有沒有 有 而且我們已經先準備好了 所以我說你做股票 你不能夠等到下禮拜開盤了 很開心 那看到什麼股票拉上去的 你想要去追 很抱歉 你又做了同樣的錯的事情 永遠記得 想賺錢請先做好準備動作 想賺錢 你事前準備動作要做好 那事前準備動作就是我講的 如果你懂股票的話 你很清楚很明白 它有高達80%以上的時間 它就是在整理 那那個整理其實你要看懂 當它整理到尾巴的時候 你就要去買進 表態上去 價差拿到 你就放口袋 可是一般人不是這樣做 高達9成以上的散戶朋友 長期下來都說 做股票不適合 會虧錢 股票不好做 股票沒那麼容易 對不對 為什麼這9成以上的散戶 時間拉長之後 發現不對啊 股票不好做 為什麼 因為90%的散戶都喜歡去做不對的動作嘛 整理的尾巴你不買 表態上去 你又心動 對不對 你又心動 所以去想一想 這個大漲的股票 在它大漲之前整理的尾巴 如果當時你去買的話 你不就賺錢了 對 所以你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努力嘛 而不是股票表態的大漲了 心動了 我去追 追漲 那當然你做股票很辛苦 那今天你有沒有撞到價差 我不知道 那當時我跟各位報告 你看像這種股票 有沒有 昨天跟你講的 像這種股票 是不是整理14天之後 整理的尾巴 有沒有 整理尾巴有一點量出來了嘛 對不對 這個量很明顯了嘛 那請問你 這一根 是不是很合情合理的表態了 所以整理的尾巴 是不是你買股票的機會 從這個畫面 這張圖你應該看懂 確實就是如此嘛 而且不是一次的 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我節目中不斷的講 同樣的做法 而且我也真實做給你看了 那如果你看完我的節目 你長期看的人 你還會在明後天開盤之後 還會去 對那個已經表態脫離 脫離整理區 表態上去大漲了 你還會心動 想要去追逐的 那我跟你講 那這個節目 你根本沒有用心在看 你根本沒有改變你的做法 所以你最後結果 是不會改變的 想賺錢 對那改變做法嘛 很多人說嘴巴講說想賺錢 可是我看不到你想要賺錢 那個樣貌我看不到啊 你的做法還是沒有改變啊 既然你之前是虧錢的 之前的做法 有時候賺 大部分又賠 有時候偶偶久久又賺一次 如果你做法是這樣 這麼的不穩定啊 我說我沒有要求你說 你每次都大賺 我做價差 我們也有小賺的啊 我們也有賺多的啊 也有賺少的啊 對不對 也是會這樣子啊 也沒有 也不可能每一筆價差 我都給你三成起跳 沒有啊 10%的有沒有 有啊 有時候7% 8%的也會有啊 那30% 40%的有沒有 也有啊 不一定 但至少你能不能夠 你的做法能不能夠 長期穩定 供應你這樣的一個獲利嘛 可以的話 你的財富就增加了嘛 你的做法就是對的嘛 那如果你願意改變做法的話 應該追求這個方向嘛 對不對 你要追求是很穩定很長期的累積獲利嘛 那只有價差交易 我跟你講你只有價差交易適合各位 你們都是散戶 資金200萬以內 請舉手 我相信建築機前面的投資朋友 10個有8個舉手 資金200萬以內 然後我們是小散戶 那你該怎麼做 過去如果你做得不順利 請你想一想怎麼做 改變做法 整理的股票 它既然整理完會上去 那為什麼我不再整理的尾巴去買進 那整理尾巴去買進 你看 這種股票 哪裡錯 你看 整理14天 給你24% 很不錯了吧 可是我沒有要你從頭抱到尾巴 我沒有要你參與整理 對不對 我說你可以選擇人家在整理的尾巴的時候 去找機會介入 你要用這種方式做股票 你要用這種方式做股票 對不對 那上一 它前一波是不是也是整理之後上去 所以每一次的攻擊 每一次的攻擊就是在整理之後才會攻擊 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那這個邏輯你還不懂嗎 那你如果懂了 那你要怎麼做 整理的尾巴出手 如果這個你懂了你就會這麼做 你就再也不會去追了 對不對 好 昨天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如果我們按照整個產業來看的話 我認為今天的行情有可能會帶整個行情指數再上去的 人氣的可能是在一個叫被動元件 對不對 一個叫PCB 昨天我有先講對不對 昨天我就跟你說 我認為這個行情如果要再漲的話 今天如果要再攻的話 那我覺得要有帶要聚人氣才行 你如果像昨天你其實電子族群很多股票在休息 那主要還是靠一些傳產龍頭在帶的話 其實這個人氣聚集的不會 那個凝聚力不夠的 你再硬攻很危險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要再攻 我昨天說什麼 你至少要讓我看到 我認為會帶頭的應該是一個叫被動元件 一個叫什麼 叫PCB 那我既然這樣講了 所以代表有股票整理完 它要上來了 來 這是6274台藥 好 今天大漲7塊 兩天 兩天 10塊 來 請問一下6274台藥 它難道不是整理完之後 整理之後 有沒有 前一次在這裡慢慢的爬上去了嘛 那爬上去之後整理整理整理 然後做一個三角收斂 一個整理的形態給你看到了嘛 昨天一根長紅 今天跳空再拉收最高 今天跳空再拉收最高 其實不只10塊啦 我大概就算 大概就算10塊就好了好不好 大概有11塊左右了 你就算10塊啦 那尾巴買進 是不是一定賺 那我在整理的尾巴去買 是不是一定賺 PCB 所以我就說 我跟你講什麼東西 我不是隨便跟你講的 我不是亂講的 要有根據的 所以 PCB的6274台藥 昨天到今天 各位 你10張 你一張賺1萬啦 10張就賺10萬塊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簡單 對 因為你在整理的尾巴進場的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呢 整理完會怎麼樣 整理完會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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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應該在準備整理結束的 整理的尾巴去找機會 那我就可以賺到它的攻擊波嘛 那我賺到它的攻擊波之後 我覺得可以了 那我就把你賣掉 賺的錢拿回來 本金拿回來 準備鎖定 你下一檔 整理尾巴的股票 這叫價差交易 價差交易不是去追強勢股 明後天如果再攻 那我就撞到價差 各位 那個叫做外行人做做法 會做的人 不是這樣做股票的 對不對 你過去有沒有人跟你說要做價差 然後你報名錄會做 他帶你怎麼做 他帶你怎麼做 去追 追當天最強的 強勢股 或者是追漲停對不對 那很多 那當然嘛 常常啦 今天收大漲的股票 明天可能會開高嘛 會有一些 還有一些余威嘛 還沒有結束 那個余威還沒有反應完畢嘛 對不對 好順勢再開高嘛 賣掉賺價差 你覺得 這個叫賺價差嗎 你覺得正規的價差 是這樣做的嗎 如果那樣做是對的 那現在就不會有這麼多閃戶朋友 哀聲叹氣了 對不對 過去那個老師就是這樣有帶我做的 就是這樣子 對那偶爾你賺到嘛對不對 對 就偶爾賺到價差嘛 那問題是你們為什麼現在還在哀聲叹氣呢 因為那不是正規做法嘛 那樣做是不會賺錢的嘛 只有一種是正規的價差交易 你要有能力 你要有本事 買在整理的尾巴 那你贏定了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有能力買在整理的尾巴 你百分之百你一定會賺錢 那為什麼 那明明可以百分之百一定會 一定會累積到獲利 為什麼你不這樣做 為什麼 你如果跟我說你不要這樣做 那我跟你講我搞不懂為什麼 我真的不懂你為什麼不做 這樣做是百分之百一定會賺錢 為什麼你不做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找不到原因跟理由去支持你的看法 你認為不應該這樣做 那為什麼不應該這樣做 我們一直在賺錢耶 我們真的在賺錢 為什麼你不能這樣做 所以我才講嘛 你如果不願意改變做法 結局永遠不會改變 高端疫苗 我一檔一檔做給你看啊 對不對 我一檔一檔做給你看嘛 427掌停板 那請問你難道是這個時候去追嗎 難道那一天427掌停板 你可以去追嗎 你可以追嗎 你要追我無所謂 但是對我來說 我們不做這種無聊動作 那個是失敗的 那個是外行人在做的交易 會做的不是那個時候做的 有沒有 那一天掌停板 摳訊就講得很清楚了嘛 上週的新標的嘛 代表什麼 代表他227掌停啟動之前 那禮拜一嘛 就上個禮拜就先買好了嘛 準備好做好準備動作了嘛 你怎麼知道他會攻 因為他在整理的尾巴嘛 整理了24天的一個平行的整理型態 整理準備進入整理尾巴啟動 整理尾巴又給你看到成交量了 他又不小心讓你看到訊號了 那請問你呢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有沒有賣 這兩個字叫什麼 入貸 什麼叫入貸 我帶我的會員賺到錢 賣掉放口袋 叫入貸 這叫什麼 這叫真實獲利 我所講的一切獲利不是獲利而已喔 我有強調是真實獲利喔 什麼叫真實獲利 就是你們有買 對 你們買在整理尾巴 對 但問題是你們有沒有賣啊 你沒有賣沒有獲利的耶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賣有賣才叫真實獲利耶 因為你有買有賣 所以客戶有賺到錢拿回來 把本金也拿回來 價差獲利也拿到之後 才有辦法再做下一檔價差交易嘛 對不對 那我所有的每一筆交易 對客戶來說才是真實都有跟著做的嘛 那每一筆客戶都有真的跟著做 那代表他們最後是不是真的能夠累積到獲利 是嘛 所以我才講如果你不願意改變做法 那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願意改變做法 你的理由是什麼 對不對 你的理由是什麼 改變做法 最後結局就改變了 你開始轉 你就開始累積獲利 開始賺錢囉 可是你卻不要 那不要那你要改變 你又不改變 你自己去做 然後又去追股票 又去提小道消息 那你說要成功怎麼成功 你看 58.4 拉到最高點 拉到最高點那一天早上 全部賣掉 獲利入袋 所以我說 只有我們持續的一筆 一筆 一筆的賺 只有價差交易才會給你真實的獲利 請你相信我 你看多 你看太多電視節目了 每一個歷史以來 每一個都跟你說 他賺錢嘛 對不對 對 這個賺好幾根漲停 那個賺到最強的標股 那個又怎麼樣 這個又怎麼樣 沒有半個人敢跟你說 他是真實的獲利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半個人敢跟你強調 他是真實獲利 有買有賣 沒有半個人敢強調這件事情 為什麼 為什麼避而不談 你覺得呢 你在哪裡賣 你在哪裡賣 你就講出來嘛 對不對 你在哪裡賣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敢講 對啊 奇怪 你賣了你為什麼不敢講 那你覺得呢 這個高端疫苗 這樣多少 你100萬資金來操作 這樣多少 30萬 你說老師我資金不多 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 我已經講過了 價差交易就是適合小散戶 如果你是小散戶 你資金200萬以內 甚至更少100萬以內 就是這樣做 你就是這樣做 一筆一筆做 有買有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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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可能20% 有的可能10% 有的可能30% 不一定 但重點是什麼 像這個高端疫苗 30% 如果你100萬操作 你賺30萬 如果你只有50萬操作 你賺15萬 我不管你多少資金 我只管了什麼 你照著做就好 我叫你賣你再賣 我沒有叫你買你不要碰 這樣就好 那每一筆價差就會跟我們講的一模一樣 這樣懂了嗎 所以我節目中所呈述的這一切一切 就是我講過的 就是因為這樣做 所以我們帶來一個真實獲利 真實績效 那下禮拜呢 5月我先給你預告 我都跟我客戶講的 我跟我客戶講什麼 我都跟你講 這個是今天4月30號 禮拜四盤中的一個 中午的一個訊息 我們手上有一檔標的在這裡 我們手上有一檔標的在這裡 我一直提醒他們要報好 那這檔標的在連假回來之後 它會是5月率先表態脫離整理的標的之一 它正在整理的尾巴 我們已經買了 那我因為中午了快一點了 12點一點了 那快縮盤前提醒客戶 抱著喔 抱好喔 這個標的在整理尾巴 連假三天回來之後 下禮拜 它準備要表態 所以其實下禮拜我們會賺什麼錢 我們都知道 你要這樣做股票你才會成功你知道嗎 那連假這三天有看到我節目的 這個標的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一檔的 我可以讓你知道 這樣很不錯吧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很不錯吧 那如果禮拜一開盤 它沒有馬上開上去呢 那你的機會就在這裡 對不對 至少先賺一個價差再說 這個標的 我可以讓你知道是哪一檔 那要改變做法 跟著我們做價差交易 穩穩的做的投資朋友 請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人資金 資金可能不是很多 200萬以內 那請你們不用擔心 費用的問題 我 很實在的誠懇的跟你報告 費用的部分 我已經跟你講過好幾天了 目前給你們就是最少的 最少的最低 這等於是地板的 不可能再低 如果你一直播電話之後 你一直在強調費用 費用的話 很暴力沒辦法 因為這是最低的 那最低的前提之下 本來應該我頂多給你一個月的會期 但是沒辦法 我很大的誠意 因為這裡是最低的 沒辦法再低 所以我給你什麼 我給你三個月的會期 各位三個月做價差交易 你可以賺很多次你知道嗎 這一個報表是最近這一個月的報表 而且裡面還不包含最近這兩週的交易的價差 我都沒有寫進去了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更新 那至少 光這樣子 各位 這是一個月左右 一個月每一筆價差交易 你就照著做 照著做 照著做 照著的話 各位 假設你只跟到一半 夠了吧 所以 我能夠給你的 所以你們播電話之後 你都不用要求什麼了 因為會期我幫你要求了 三個月了 不是一個月 因為原本這只是一個月的東西 頂多給你一個月 但是我給你三個月 所以要改變做法的投資朋友 資金來滿晚以內的投資朋友 不要擔心費用 都不會是問題 只要你願意改變做法 我都歡迎各位 我已經幫你做好準備 怎麼樣能夠最輕鬆 沒有負擔 來跟我們操作 另外這個標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是哪一檔的 等一下 都可以播電話來 好不好 先播電話 我們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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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举这个案例给你看 我让你知道为什么股票 你千万记得操作股票 你要先把股票波动的原理 你要牢牢的记在心里 因为你牢牢的记住它之后 你就会懂 为什么我告诉各位 散户朋友 真的 你只能做价差交易 你自己看 这是3131的红色 过去一年来 它从88涨到300块 它从88涨到300块 花了多久 花了一年的时间 刚刚好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内 画蓝色的部分 就是整理的时间 整理完攻击 然后休息 整理完攻击休息 整理完再攻 然后又休息 又整理 整理完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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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完攻击 整理完整整整整整整 整理完再攻击 每一次的攻击启动 不管是大的 大的还是小的 有没有 尤其这种两三天 两三天 两三天结束的小攻击 特别多 好啦 那每一次的整理呢 这个小攻击 整理19天之后才攻击 这里29天才攻击 这里6天 这里40天 这里33天 这里21天 这里整理7天 这里整理25天 我想请问你 你能够从头报到尾 一档股票吗 然后如果你的操作 永远都去追涨 那你每一次 一不小心 你就买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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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啦 假设 假设你买完之后 有没有买在这里 你一追嘛 你追 追完之后整理 各位 这一段下来我都不算 就关这个横向整理 40天 各位这40天 你受得了吗 所以 当你了解股价的波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怎么做 我要他在整理的尾巴 我去买 启动上去 赚到价差 我就要走 等他再一次整理完 我再考虑 要不要再回过头来 买他的整理尾巴 再赚一次 因为我还要评估 他的整理结束 上去的幅度 会不会很多 够不够 不够 我不做他 我去做别的标的 你要考量很多东西 这是我们每天 我们每一档 每一次的交易 我们都考量过的问题 价差交易 你要考量很多问题 可是我节目中 给你表达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一个 就是你只能在这种 整理尾巴买 整理19天的尾巴 在这边买 你赚到走 有没有 整理29天之后的尾巴 去买 赚到就走人 整理40天之后的尾巴 去买 赚到你就走 那你就 你就再也不会像你现在 每一次都在表态上去 才去追 然后给他整理21天 你卖掉他又上去 你卖掉之后 他一上去 你一追 又整理7天 又上去 然后你又去追 整理25天之后 你卖掉 他冲到300 散户当然赚不到钱 所以我说 摆明了 当我们的交易 如果你跟我的做法一样 都是在整理的尾巴 去买进的话 你是一定会赚钱的 你知道吗 可是你们偏偏 你们不愿意这样做 那不愿意这样做 原因是什么 你要告诉我 你要告诉我这样做 哪里不好 你要告诉我这样做 是会赔钱的 你要告诉我说 我们买在整理尾巴 是会赔钱的 那我应该跟你做 对不对 跟你学习 可是事实上不然 不是这样子的 我用实际交易 做给你们看 对不对 我每一次 我都赚 我只要买在整理尾巴 我就是赚钱 对不对 我一比一比的赚钱 而且我是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所以我们所提供的是什么 真实的获利 网家 每一档都如此 这整理有没有 整理多少天不用算了 整理的尾巴买进 你看 是不是赚钱 是不是赚钱 获利下车 这一段 这样多少 这样你知道吗 你的一百万 如果跟着买的话 你可以赚多少 你可以赚二十几万 五十万呢 可以赚十几万 然后我带你卖掉 我带你卖掉 卖掉之后呢 卖掉之后呢 他整理 有没有 所以这八天整理 我没有带你去浪费时间 我带你去做别的标的价差 对不对 好了 后来拉回 八天之后 整理尾巴 我们再买一次 再买一次之后呢 他又上来了 又涨停 有没有 再赚第二次 第二次是这样来的 第一次 整理尾巴买进 整理尾巴买进 赚第二次 赚第二次 第二次多少 17.7% 一百万二十七万 一百万十七万 有没有 好 重点是什么 这过程呢 你说他要整理 那整理在干嘛呢 各位 我的会员报名录会 他们是有会期的 所以我不可能说 因为我看好 我看好网家 所以我们不要卖 给他整理完之后再上 我们 你看 老师是对的 我是对的 是吗 我是对的吗 我浪费你八天的 八天的会期 各位 你能接受吗 那个一点效率都没有 散户的优势就是资金不多 所以很灵活 那既然散户的优势是可以很灵活 我就应该带你去赚每一次的机会 一天都不要浪费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卖掉之后呢 我说脖子要动了 整理的末端 他到整理的尾巴了 所以我买脖子 赚到脖子的钱 有没有 卖掉 获利入带 有没有 我有买有卖哦 然后呢 过程中呢 金顶获利入带 赚金顶整理尾巴的钱 有没有 赚到了 然后呢 台胜科有没有获利入带 有 赚到台胜科的钱 有没有 整理的尾巴 这边买进去上去 然后呢 反甲整理的尾巴上去 又赚钱 又赚钱 所以呢 之后才拉回来 再接往家 散户的优势就是灵活 我们就在把握这个优势 好不好 把它发挥出去 你就赚钱了 来 我一样 我说你不用担心费用 我已经帮你降到最低了 好 那会期呢 原本这种东西只能给一个月 顶多给一个月 但是我给你三个月 好好的 放心的 快乐来赚价差 好不好 下礼拜年假回来 我们赶快去赚钱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哎 哎